为了让局需要帮助却为达政府补助门槛的弱势家庭 日前县长林明珍、先议员吴国昌、议员林芳宇 在布里镇老人会馆发放急难救助金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处于门槛边缘的人能够渡过难关 由于现今社会上还是存在许多边缘户 却因为达政府补助门槛而得不到帮助 对此,先议员吴国昌除了感谢县长的用心 也希望乡亲们也能够一起来共同关心社会边缘户 需要帮忙的人非常多 日前的兵士他们要来申请中低收入户 还没办法都是这个边缘 所以说这些边缘户非常需要社会代仲来关注 所以国昌也特别的兵士 我们的民众有需要既然叫做 来通过国昌的庭报的林冠長 以及国民党的当部 都有马上真近的事件和效率 我们的官长、官政府就来批准 所以说,都将来给我们的民众 都得到的,真的击死的这个求助 对于县内困苦的家庭 县议员林芳瑜表示 也可以透过各级民意代表来寻求帮助 让家庭能够度过难关 每一个乡镇只要需要的,比较困苦的 透过我们各层的民意代表 还有地方上的反应,他都会帮助他们 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医疗上 希望说,虽然说金额不大 但是对他们来讲可以说不无少补 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帮他们救急 能够让他们松一口气 其实最重要的是表达 党部这边,还有县长这边 对他们的关怀 希望说他们能够加加油 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家人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县长 对于弱势家庭的关心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伸出援手 帮助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记者陈伟一,不理采访报导